还没睡啊 没睡着 刚刚去哪儿了 我 你耍起霸道总裁的威风来 还挺帅气的 你去医院了 我都听到了 谢谢你 那你应该相信我了吧 我答应你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 你知道吗 我最近啊 就总是会想起五年前 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候的样子 也不知道这棵树 什么时候能长到那么大 其实仔细追究 是我先认错的你 但是却把所有的错误 都归咎在你身上 灵慧 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说过 只要时间够长 最后留下来的 全部都是美好的回忆 看来是真的 我记得了 或许和时间 没什么关系 痛苦还是美好 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境 明慧 相比于五年前发生了什么 我更在意我们的未来 我不会让自己一直活在过去 你也不应该 你说得对 我们不该一直活在回忆里 就像撑起让的事情一样 都该过去了 那天啊 收拾你房间的时候 在你床头发现了这个 兴起 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 给我戴上 中文字幕新鮮 中文字幕门 我们继续我们的手 回到家庭 你和我 你和我爱情 我不想破坏 祝福我们 我只想留在这里 你和我爱情 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里 你很齐了 你睡着了 好 得睡一会儿 不行了 起来了 得睡一会儿 再抱一会儿了 心情 心情 你真的得起来了 起来了 真的起来了 快点 快起来 干吗呀 你们太过分了 泉泉 是这个样子的 泉泉 这个问题呢 你得听爸爸跟你 你们两个一起睡觉 为什么不带我 还把我扔给姑姑 我们三个再睡一会儿 好的 你说了 不行 敏泉泉 你上幼儿园要迟到了 没关系 爸爸一会儿开街送你 绝对不会迟到啊 你不能这样惯着你儿子 我儿子我惯着怎么了 惯着是吧 谁都别想睡 都不许给我睡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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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 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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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幼儿园去了 爸爸再睡一会儿 小坏蛋 走 泉泉 你蓝鸟现在的情况呢 多了确实有困难 但是 五个亿 我帮你们搞定 那么 不行不行 太多了 你不要有压力 我这么做 也不光光是为了你 也为了把鞍和蓝鸟啊 明天让草木来公司 我跟他谈谈细节 嗯 那MBO你个人需要多少 草木哥和海翔他们 一个人出到六百 我能算技术入股 出到三百就可以了 这两个还算合理 嗯 那明天下我要 这件事情我想自己解决 如果说我真的解决不了 那就说明我的实力没有到 那我就退出MBO 你有必要和我分得那么轻吗 我还是想靠自己去解决一些事情嘛 再信我一次 我可以的 好 好 我尊重你的选择 哦 对了 如果说蓝鸟参与了这次收购计划的话 那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有一点敏感 你知道的吧 我不想让何海翔他们多想 所以 所以咱们俩现在的关系 还不能往外露 对了 你怎么那么聪明呀 不愧是我儿子的爸爸 说得好听 其实就是想收责我的名分 什么名分啊 新大总裁能不能少看那电视剧啊 我知道 我知道委屈了 那要不以后 在外面都听你的 在家里也听你的 真的啊 那 先收点利息 你 这个利息是你自己放弃的啊 算了 他怎么在这儿 我不知道啊 坐里坐里坐里 快坐里 我也不知道啊 把它抱回去 好 你们来了 一起睡啊 晴晴 乖啊 爸爸抱你回去睡 嗯 以前怎么能睡下呢 你们还一起给我讲故事 早知道 就不抱你追敏慧了 有了敏慧 就不要儿子 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 伤他 那要不今天 算了呢 不 不行 爸爸抱你回去 妈咪 救我 妈咪 救我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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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拿上 这个拿上 拳拳啊 阿鱼陪你啊 拳拳 拳拳 我真是坏妈咪啊 把我笑了 邻居都睡觉了 拳拳 你要体谅 体谅爸爸 体谅是什么意思啊 体谅就是 只是 从今天起你就是大人了 你要学着自己一个人睡觉了 可我还是小孩子 不是了 你是钢铁侠是大人了 今天就让他陪你了 总之不许再去我和敏慧的房间了 睡觉 晚安 现在大人真靠不住 睡着了 睡着了 看来是真累了 晚安 好 晓妓 你睡了 亲 你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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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怎么舍得睡呢 太好了 好 麻烦各位稍微让一下好吗 谢谢 谢谢啊 新总 你请 新总早 谢谢啊 走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